谁呀 别进来了 咋了 谁呀 谁进来了 今天让节目给我派我过来 就是有一些采访 贾玲姐让王爷说说自己身上 至少五个优点 自己的五个优点 美丽 善良 漂亮 大方 可爱 活泼 温柔 贤惠 哎呀 真难好 我把你说四个好不好 美丽 善良 可爱 活泼 大方 五个 五个 麻烦 再说一个 比我们最开始见的时候更实诚了 都乍乘了 谢谢 王师贾玲姐是我 还没出道的时候见过的第一个艺人 我记得我们俩一起走那个台步 那时候你好小 到我腰这里还是干嘛 对 然后就是 那时候几岁 十二三岁 十二三岁 我贾玲姐 人真的好 然后开心 真的 不是 贾玲 偶像派还是实力派 你觉得我是偶像派还是实力派 偶像派 偶像派 偶像派加实力派 对对对好 好 你要教我最流行的山式笔心法 就是我想想 什么样子 这样 这样 绕了 这是什么 我忘了中间 周海妹 忘了 太漂亮了 哇塞 孩子的世界 我不懂了已经 说一句最流的英文 OK 是吗 是吗 OK 好了 好了 最流的英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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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个音乐的水平差不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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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音乐水平差不多 手机桌面是什么图片 就是原版 就是开机什么图片 我不坏 这么老套 你周边是什么 我周边是我家的狗 我之前头像是我家狗 我现在换了头像 你换成拘老套的风景照 一 为啥 感觉就是还没有成年 已经往老白白那边发展了 没有 最近有没有练习毛笔字 写下山水块 什么的 默契大考验 默契考验游戏规则 在导演给出的两个选项中 嘉宾第一时间说出心中的喜好 相同的答案越多 则说明两人的默契度越高 小猪配鞋还是光头墙 光头墙 哇塞真是有默契 没有默契 没有默契 空队友还是带节奏 空队友 我们就一直凑下去好不好 第三个 麻辣还是清真 麻辣 哎呀这个有了 慢热还是急性子 急性子 急性子 慢热 你是慢热 你是慢热 下一个啊 有三个选项 一个汉堡 两个汉堡 还是三个汉堡 一个汉堡 谁会 你不可能 那我也真吃不了 我不得配点薯条啊 奇怪 一般这样你要进两个选项 一个汉堡一个全家头 我选一个汉堡 一个全家头 最后一个 最后我们就马上要上台了 我们作为零零后组合 就是对着镜头给自己拉拉跳 沈腾娜娜 哇他们是什么队 就是比智商 还是比摔跤 我们都可以赢的 姐 智商是你摔跤 是我们是吧 好 好 比帅 沈腾 输了 比美 娜娜 输了 输了 你们还能比什么